大家好,我是小杜 一直以来,俄罗斯举办航展都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面貌 同时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俄军新一代米格系列战斗机米格35正是如此 不过本来想借莫斯科航展这个大舞台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与雄资 却一不小心在飞行表演过程中掉了个零件,出了个洋相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报道 2019莫斯科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的一架米格35战斗机 在飞行展示期间,其左一上方的一块蒙皮突然脱落 但该战斗机依然靠俄飞行员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丰富飞行经验 仍继续完成了飞行展示,并最终安全返回了地面 作为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集团研制了一款轻型战斗机 米格35的研发目标是改进俄制轻型战斗机的操控性能 扩大其使用用途和增强作战效果 整体性能属于三代半战机 俄军在满足自己空军部队需求同时 也在为米格35积极寻找海外市场 现在印度和阿尔吉利亚已成为米格35最大的潜在客户 特别是终于使用俄线武器装备的印度 更是表现得十分积极 由于国防工业发展水平始终发展不起来 这使印度军购拥有了一种必然性 印度开始进行军事采购,数额不断攀升 至2012年,印度当年的单笔军购数额已经高达上百亿美元 其各种兵配备的武器装备 不管是飞机、舰艇、导弹等高端武器装备 还是坦克、战车、枪械等常规作战装备 只要听说性能挺先进 有买的就不自己造 花钱大方地让人瞠目结舌 不仅如此 印度还极其热衷于购买俄制战斗机 特别是对于购买米格系列战斗机 更是到了一个激进痴迷状态 印度从1962年购买米格21F开始 印度空军使用了除米格31以外 所有各款米格系列战斗机 其中使用最多的米格21战斗机就达到了840多架 而随着印军几款老式米格都已经到了淘汰洛伍边缘 印度空军又在俄罗斯积极推荐下 看中了米格35这款俄军最先进的轻型战斗机 并且毫不犹豫 立马交付了该型战斗机采购一项款 即使该战斗机在莫斯科航展上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 也仍挡不住印度购买这款飞机的热情与决心 印度空军封管后勤与训练的副司令称 米格35在莫斯科航展上出现意外情况下 仍能完成所有表演动作 充分证明这是一款质量可靠战斗机 并表示 俄方库存所有米格35战斗机 印度全部照弹打下 不得不说 俄军这次因祸得福转大了 感谢收看领路军舞 下期见 拜拜 拜拜